网易体育10月23日报道,洛杉矶湖人与休斯多火箭一战,两队球员爆发了打架事件,参与打架的主要人员被NBA官方开出了罚单。 最终,英格拉姆被竞赛四场,朗多被竞赛三场,而克里斯保罗则被竞赛两场,在这次斗勾中,勒布朗詹姆斯扮演了调解人的角色,他进入其中,拉开了自己的好朋友保罗,并让对方冷静下来,为问题加在新队友和老朋友中间是否会感到尴尬时,勒布朗表示,没有,我只关心怎样可以把事情处理好。 这样我们才可以尽快回归比赛,这就是我当时脑子里所想的,我只是试图把双方分开,帮助裁判解决问题。 当被问及他和保罗的关系是否对他和紧张局势有所帮助时,勒布朗开了个玩笑,不,实际上,我和保罗不再是朋友了,三个主要设施者中,英格拉姆的竞赛时间最长,他向全队进行了道歉, 但他认为自己在那种时刻必须保护好队友,英格拉姆坦言,本以为会被禁赛更长时间,嗯,情况比我预计的要好,我很高兴只被禁赛四场,我知道自己以后必须更好的控制情绪了。 作为肇事者,英格拉姆也主动承担责任,全部都是我的责任,是我引发了这次冲突,我这么做肯定是错了,但我必须要为队友站出来,以后我也会这么做。 当时,我看到了有五个火星球员在那里,而我们的人只有两个,所以我马上就跑了,回去,联盟最终认定,朗多有向保罗涂口水。 对此,朗多表示,我最好不要谈论这个情况,该怎样就怎样吧,你们看到我也被禁赛三场了,我期待回归后更好帮助球队。 朗多表示,自己并没有跟队友们解释此事,队友们都知道我是怎样的人,我觉得,对于我的所作所为,以及我为球队的贡献,他们依然保持尊重。 胡人主帅沃顿表示,他将安排伦佐鲍尔和库斯马首发出战,而此前遭遇伤病困扰的鲍尔,已经不再射出场时间限制。